全都诞生于这个奥特能制电品 那通用汽车寄予厚望的奥特能制电平台有啥黑科技吗 武汉奥特能超级工厂里面具体有啥生产奥运 这一期咱直接去奥特能工厂实地探紧一下 这宽敞的马路 然后白色的建筑 然后再加上今天这个天气 我总感觉我在大学校原理 这个学校怎么人这么少 学生都去上课了吗 好了 开个玩笑啊 兄弟们 我终于到了武汉奥特能超级工厂 话说奥特能是啥意思呢 和奥特能有啥关系吗 奥特能其实这个词是一个英文的音译 翻译成汉语有着无穷能量的意思 奥特能制电平台 被封为奥特能电池 奥特能电驱 奥特能电控 这三个部分 本来我以为就工厂外边人已经很少了 但是到工厂里边我发现 人真的是更少 但是呢 你有看到远处吗 那种自动的机械臂倒是有很多 这个机械臂我有了解过 它是用来做电池包安装的 负责的就是把模组整个的安装到电池包上面 哇 它真的好吗 这里就不得不说到奥特能电池包的组成了 奥特能电池包分为三级结构 是由电芯 模组 电池包 共同组成的 电芯呢 是电池包里最小的单元 而放置电芯的就是模组了 简单来说 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盒子 而电池包呢 类似一个大箱子 把模组这样的小盒子 装到一起来为新能源汽车呢 提供动力 我呢画画二十多年 一直以来呢 都被大家夸 哇你的手真的好稳 但是呢 相比这种自动机械臂啊 我又差了很多了 为啥呢 因为我画图啊 其实是在2D的纸上操作 但是呢 模组的安装相当于做雕塑 不仅要考虑一个角度的好看 还要考虑整个3D空间里的呈现 你看机械臂上 那几个3D视觉定位系统 就是用来精准操作的 其实这么看 是不是电池包的制作 真的超级简单呢 我有这个机械臂是不是就够了 其实啊 真正在执行层面 这个里面需要注意的 还有特别特别多 电池包做的好的厂家 可以让你安心用车每一天 做的不好的呢 那你啊 可就随身背着个 大好一然充电包了 那奥特能电池包 是如何保证安全的呢 我们中国啊 武侠剧一直是享誉全球 然后我觉得呢 他们奥特能的工程师 一定是中国武侠剧的粉丝 我呢 还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但凡是古代大侠 那肯定都有独门秘籍 比如周星驰的功夫里 那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 再比如乔峰的祥蒙十八掌 再比如创立太极拳的张三丰等等 而奥特能的电池包 就很像一位爵士高手呢 不信 你看我给你总结的 奥特能电池包五大绝招 第一招啊 叫做爵士内功 但凡高手啊 必然内力深厚 奥特能的电芯 拆开基本就是我画的这样 大家看看基本的构造 在电芯阵极 它加入了高能量密度三元 同时掺杂稀土元素 某定油离的氧 结果呢 就是把蒸汽锁在体内 气成胆填 相比于基础配法 让电芯热稳定性提升百分之十 第二招 叫做打通任督二脉 看过功夫的小伙伴 一定对主角被火云邪神暴揍 却意外打通任督二脉这一段 印象深刻 而奥特能电芯呢 在电芯复极 就通过高容量石墨等等 让复极的离子啊 运输更顺畅 复极的这个做法 就能打通电芯的任督二脉 让蒸汽啊 均匀分布于体内 举个例子 比如你在奥特能 制电平台生产的电车 充电一直是快充 对电池寿命呢 也基本无影响 第三招 叫做金钟招 为了锁住强悍内力 奥特能电池组 在电芯中间啊 使用了加厚设计的 纳米级航天材料 气凝胶 对 屏幕上这个隔绝在 手和喷射的火焰中间的 就是这个材质 而在每个模组里边 奥特能电池包 都放了独立的液能板 比起业内常见的 电池包集中式液能板设计 换让 提高10% 当然啊 高手你不仅需要锁住你自己的内力 按需去释放 你还需要有强壮的肌肉 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外来的手机 那奥特能的电池包呢 它就有各种防护措施 来保证 电池包的安全 比如它强化的 全新电池包物理防护架构 采用高强度的紧自行框架结构 高强度钢占比约61% 超高强度钢呢 应用占比37.5% 整包的抗击压能力达到国标的三倍 一系列的操作就像武侠距离的金中罩铁布杉 保护着奥特能电池包 当然这些都是大的理念方面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依旧有很多需要注意 比如为了电池组在持续的颠簸 长年的使用后 依旧颜色合分 完整一体 奥特能工厂就用到了这种 六轴全自动拧紧工艺 依次拧紧六颗螺丝 装配出更加稳固 更加耐用的电池包 怎么样 高手是不是对细节也很讲究 第四招叫做快速排毒 古代的大侠一旦受伤 尤其是那种中毒的情况 基本都会快速的运作内力 将毒素排出体外 这一招奥特能电池包也会 比如大家最常看见的真刺实验 奥特能电池包可以做到 一旦电信 单体热食 会通过快速排气通道的专利设计 快速排出高温气体 再加上盖防火设计 电池上盖也是有内置气凝胶防火毯 对成员和整车做到进一步保护 做到快速排毒 第五招就是眼观六路 二听八方了 高手往往运筹帷幄 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奥特能电池包在车子这一端 通过这种减少传统限速束缚的 无限监测 24小时把车端气压 温度 电压做监测 可以做到如果有失控风险 主动冷却防止流过 而在云端 针对电池股障 漏液等等问题 可以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分析 保证电池的安全 话说这种极简工业风的电池包 大家觉得 有没有很有视觉上的高气感 当然了 电池之外 这个电驱 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电驱又叫做驱动桥动力总振 其实就是电机跟齿轮的结合体 主要的功能就是把高压电 转化为驱动动能 传递给车轮 从而驱动车辆行驶 说人话 也就是加上这个部件 电能才会转化为动能 所有的电动车 都会至少有一个驱动总振 这种一般都是布置在车辆的后面 驱动车辆的后轮叫做单电机款 高配车型会有两个驱动总振 一个放前面 一个放后边 俗称双电机 比如我前段时间去新疆 吐鲁番市场的别克一斯 它就有着单电机 双电机 两种版本 而武汉奥特能超级工厂 就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柔性化生产 可以生产20多款不同型号的电机 来装配到通用旗下的不同车型商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吸引到每一个工艺的操作 才让上期通用 武汉奥特能超级工厂 能生产出不同品牌 但都高质量的车型 安全 智能 笃定 是这次工厂参观 我看到奥特能制电平台 坚持和秉承的理念 通用汽车 成立于1908年 是全球顶级的汽车制造商 2023年 正好是别克成立的第120周年 这个时代 正好是一个内燃机驱动 到电力驱动的转折时代 整个汽车工业都面临着洗牌 但是参观完武汉奥特能超级工厂 让我看到了上期通用 正在重新打造新的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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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